这个距离马上就要听到车声了 花池还没有上车 还在看书展吗 队友呢 队友身旁只有一个 来得及吗 Princess开到正面 应该要把花池截停 下车之后呢 花池接了一个 这波AZ的冲击啊 好像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应对的 先放到一个 给队友制造空间 TC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打了 是 损失一个人其实可以接受啊 但TC还是想来打 阿兰已经停到正面了 毕竟这个大仓的所有正门 阿兰都是能驾的 而且AG是涉及到一个服务员 所以阵型比较集中 来看一下阿兰的这颗手雷 上车下车来得非常快 WY死血的状况之下 掰倒了枪神 需要在阿兰的战争之下呢 先把状态打起来 Princess和15ZY再找 这个过点 看到了阿兰 阿兰子弹不多了 一个伏地 躲过了对方的头线 烟雾当中 AG已经倒地两人了 舒展再放倒一个 但是自己的状态也很差 ST在山上不断地抽把 AG只剩下的15ZY 那这一波ST孔城最大赢家 要看看是不是ZY在烟雾当中的表现了 看到了北渊 北渊已经将自己的武器准备就绪 打一个提前枪 听到了 一打一 这个位置北渊最终扛住了 但是TC也只剩下一个有胜力量 那看一下ST最终是 只拿到了两分的淘汰分数 一打中决赛的机会不多 没有感受过AG这种 哦 来看这边 Remember 跟枪的速度非常快啊 这边GIMMY是原点放倒了合将并且补掉了 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卡住了RSG 刚说RSG在东绕的整个旅程当中 没什么对手呢 这里NV是得力不饶人的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 在小姨的载具拉扯之下呢 想要去抓弟弟 但是弟弟突然间的出枪 两个人都是残血 这个下车的僵持没有被捕捉到 那这样一来弟弟就危险了 没有达到任何一个选手 也要看RAID在山上的架枪了 不过NV现在有载具啊 他只要封烟可以从另外一侧贴弟弟 这边是高点RAID架不到的 GIMMY来了 走的就是南部 南部就是RAID架不到的位置 小姨 姨马当先 两颗烟封上 配合GIMMY已经来到了前点 Order在后面利用自己的震爆弹 看看能否有所尝试 再封一个高点烟 还是要走另外一次 这边毕竟队友的是能驾到的 打得很谨慎啊 不想给弟弟穿的机会 先丢投掷物 限制一下对方的位置 再打一个斜头 你还别说 弟弟有拉扯的空间 要看山上RAID了 这边已经被满白了 那根本是打不过来 RAID在高点也只能望一心探 而另外一边晚风出枪 打倒了Order 好像也要上了呀 同时Showtime和体谈 这边的大战 狼影处在倒地的状况当中 帅狗一强之歌 97能否读到这个信息呢 雷对向的是天的位置 天的手雷也炸残了97 炸残之后呢 直接出来跟枪 苏基在加强 但对方在烟雾当中 鬼魅一般没有找到人 马上叫姐天领了 天这边是听到了脚步声 天神应声而倒 而天现在的神勇发挥 也把体谈逼至最后一人 现在来看的话 说他们需要去休整一下了 毕竟周边劝架的人 劝架的隐患 还是很多的 狼队已经来了 一到两个的话 那这里收拾他们 还要给他点个赛 对 这边北斋跟龙仔是一强之隔 震爆弹震完之后果断往上走 对方是短剑一枪未开的情况之下 被北斋带走了 应该被闪到 看不到人 NV和JD之间已经短兵相接了 两队都要在前期啊 拿下分数 不过呢已经到了阶段三 没有双倍淘汰了 但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在圈边啊 进圈方向是一致的 肯定要打 Gymie主动往前拉 先打倒一个Tony Tony这个拔雷的timing点 被timing侠给抓住了 七杀也倒地了 86也倒地了 姨拉出来之后呢 还剩下最后的晚风 King配合上姨 最终是拿下了满边的JD 连接两队 虽然没有前期淘汰 这是NV打开手感的好机会 那把所有的人扶起来之后 满边进圈 并且现在NV已经来到了榜单的第三啊 没错 看一看刚刚的回方 两边都是曹驴之间的差距 WY在这一波的混战当中 确实是贡献了巨量的输出 死完了AG PC倒两 死完了 牛逼牛逼 他可能就被吹倒了 但是他还被炸倒了 两边是一个守雷的互换 从现在战位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K1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 毕竟三个人呢 很集中 但是在VS这一侧 也要吃到远点枪线 大宝 落下来之后呢 没有闹海成功 但是远点的枪线 同一向给到了VS致命一击 一直的隐身 会换来关键的圈形吗 没有说难切 但是微博还可以打 来看这边 狼影最终还是被狼队给收掉了 但是他在走之前 是把Pigfit连打逮捕 这给到Shotime的机会啊 看看这颗守雷 来自于七七豪 帅狗还不躲吗 天狗失雷 那Remember一声令下 兄弟们贴 是的 而Red就没有什么想法啊 这确实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这上面如果打成两败俊伤 我觉得也是Red的机会啊 而北侧呢 Auder也听到了这边打架的声音 想要过来圈一波吗 Remember被震包弹震到了 延缓了他进攻的节奏 点在外围 还是被对方两名大汉给放倒了 天狱 远点放倒了七七豪 这又给到了Shotime操作的空间和机会 居莫高打击 但是最终对方的一个闪径 也是让这波战斗画上了 句号微博gaming 趁着这波混战的时机 又是天眼一般的运营 贴到了这片沙漠相亲相爱房 打出更好的效果 确实一个很好的输出位 这个位置Z9突然间的起身 但是打不到呀 这个水管比他的身高要高一点点 对 往下打呢 看不到人了 看不到人了 又已经离开了他的位置 脚步已经漏了 那Z9操作空间不大了 还有两秒钟 一秒钟 没收到这个分数 对于KYR来说比较可惜 空斋 确实都是圆形的 被空斋也很正常 这拉屎王 拉栓也是王 那现在来看的话 微博gaming这一局 我们参考一下上场比赛 Order的那两局 直接把KYR吓跑了 对 这是起到 又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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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局啊 这真是功如霹雳闲惊惊 每一局不只是震慑敌胆 同样还形成了击倒 那队友只能马做敌卢飞快了 是的 拍马赶到了 至少是猫已经做了敌卢飞快 这一波也算是跨队指挥吧 把LGD也呼叫过来了 是的 上场比赛呢 也算是跨队指挥 两队同时进行的一个买房 你们两队这个默契打得挺好啊 就不得问问K1是多么的痛苦 是的 如果你把所有的队友都叫过来的话 很容易吃雷 不过呢 如果说微博gaming 哎呦 还叫不过来 你知道吗 还不过来 微博gaming的第一波上场一头之后 如果丢完的话 对于微博gaming后续的决赛圈作战是极大的影响 没错 山智还想来K这个分数 但是大拳的枪更快一步 目前微博gaming的淘汰并不多 虽然击倒很多 但是分数的转化确实比较惨淡 嗯 但是这一把已经有更多的话语拳 能够往前五甚至前三冲一冲了 首先往北部进发的地形连接点是达到了 其次抽LTD的把的机会也有 是 但是绝对不能够沉迷抽吧 最终 Red这个独狼是被Jimmy给找到了 这场比赛 Jimmy大猛男又是拿下了四个淘汰 是的 Jimmy还是老练的 嗯 赛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他都不会放过 是的 但是随着圈形的刷新的NV 成为了这个场上 占据面具最大的队伍 而且他是背水一战 身后是没有敌人可以袭来的 嗯 所以说正面防守处天霸的高边质 那么这场比赛吃鸡的概率 将会巨大的提升 对 这把是一定要把天霸防住的 嗯 而南边的众多队伍都会内卷 现在的关键团就是NV面对天霸的这一侧 是的 天霸已经一脚进圈了 但是在投掷物上 Order现在没有任何的雷啊 嗯 前期的作战打的队伍应该是比较穷的 所以说二次补给的机会并不多 对 但是Order手中的头和甲 这确实是标配啊 对 包括一把GV的枪啊 是的 现在天霸阵型非常的局促啊 如果NV有几个手雷的话 确实可以顺时解决战斗 嗯 当然对于天霸而言的话 这烟雾带马上就要散了 所以说原地不能够呆了 往前push Order感受到对方左右都有夹击 马上收牵 向后跑 现在灵狐冲也是长大了 并不像之前一样 一位只知道向前 感觉前面的人很多 对 知道天霸是满边 而且那位置很吃雷 当灵狐冲都拉扯起来的话 这个局势不好说 苏南突然间来到了居民的身侧 这给NV很好的一个站位 埋上了一丝阴霾 他应该是开着车过来的 是的 当然了 苏南并没有向高坡的位置去进发 但是这个马达引擎的声音啊 确确实实影响到了NV NV继续的向后去撤 对 如果不是苏南的车开过来 我觉得NV当时的反坡也不会放的 是的 他也害怕被夹 但是参考昨天NV 他们的一个 在最后一场比赛的打法来讲 他们现在的拉扯 真的是进步了很多 没错 这边的潘大新 有一点莽撞了 打倒一个之后 还要想继续的对枪 但这应该也要倒了 如果苏南倒了的话 现在应该是NV 给到天霸压力的最好时机 嗯 NV又一次吃到了 东北方向的切脚圈 成C在滴滴的位置 面对冥冥 微博想要向前Push的话 必须要先把LGD斩落马下 是的 拿下了 而对于ST来说 同样也是砧板上的肉啊 嗯 不过微博跟蜜好像不想 放太多的投注去清理ST的残边 因为知道一会儿还要打房区啊 对 现在来看有这把双鞠在场上啊 最好是不要漏枪太久 对 而且也不能站定不动啊 局面已经五个淘汰了 SUK同时在南部也在继续发威 七七行倒地 那4打2人数上有绝对的优势 微博gaming仅剩的一些进攻性投注 也留在了防区战当中 那么这片防区刚才Showtime 手的时候非常吃力 参考狼队啊 其实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对 虽然是一个二层楼的房型 但其实比较漏风啊 所以对狼队来说的话 退到一楼 甚至是冒风险来到外围是很有必要的 没错 一勺打多 一定要以棋制胜 但是remember的倒地 让大拳的操作空间呢 几乎等于没有 看看这颗震爆弹 折月满白 导师要被连打逮捕了吗 大拳连打两个还有机会吗 还是满血 再打一个三连暴走 还得是明明拯救队伍于危难之中 但是山芝 山芝冲了进来 满地都是分数 看看这颗火 山芝还有三颗雷 啊 这颗火可惜了 而在另外一侧呢 NV已经是电光火石一般解决了和天马的战斗 但是山芝这颗雷炸到了自己 山顶大舞台 有梦你就来 有梦你就来 感谢山芝我老铁 你在弄啥 我才有弄啥雷 我以为是一雷四响 没想到是一雷一响 如果说这一周 ST没有夺周冠的话 他们在昨天少吃的两只鸡 这一波山芝少拿的分数 直接分数损失有十分以上 是的 那写了全一双一之后呢 梅花庄是在最东边 NV还是占据的北边的山头 但是这一边 微博更迷应该是要离 梅花庄稍微再近一点点的 这边Dreamy刚刚收起自己的狙击枪 SUK又提醒了起来 这里两个重磅指挥之间的对决 应该还是要用狙击枪来决出的 但是微博更迷也要想着先进圈 下面有个下斜坡 这个底坡太容易脚滑了 而现在微博更迷随着刚才那一局 已经率先占据了底坡 NV想要从高坡的位置走吗 这个位置可不太妙 又去到了 要承受太高的一个 手机值了 是的 King也倒了 但侧面的两个人 已经拉到了高点 狡猾了 刚说完狡猾 SUK这边狡猾之后 安然无恙 再看导师 冲了出来面对Order Order在飞信号接受区 应该是没有时间了 最终让我们恭喜Weibo Gaming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Weibo Gaming 在第二日的前两局 沙漠比赌当中 好取二连击 是的 获得